沒有無人機的日子了,真的是 那才叫一個辛苦 我們家一共有350畝蹄 現在全部都在羊羞農蝦 等到蝦子結束了,我們就會種稻子 就是一丁兩幼 一畝低的話,現在是3斤左右的鳥漬 一天要300多畝蹄,要餵到1200斤左右 我們無人機的話,傻吃挺快的 吃完飯,睡一覺 到兩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餵 餵到五六點鐘,餵完了 然後我們正好回家吃晚飯 一點也不耽擱 沒有感覺到辛苦 因為沒有無人機的日子了,真的是 那才叫一個辛苦 一個人,不說一個人吧 三個人要從中午就開始餵 一直餵到晚上才能接觸 我現在一個人,兩個小時就能接觸的事情 而且還很簡單,很輕鬆 家裡沒有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去幫別人打藥 打藥,今天上午我們還去了呢 上午的時候我們是兩架飛機 我們一共打了有450亩地 一亩地的話,六塊錢 其實價格還是可以的 我們就當額外收入 最開始學無人機是我老公要學 他拖著我,他說無人機簡單 說讓我跟他一起學 反正也不是什麼壞事 真的,無人機買回來之後發現 他來幹家裡田裡面種的活 然後讓我來飛無人機 這樣我們的效率會提高的更快 女性比男性的優勢 那就是新系嘛 系之末節上面會比較更加的注意 今年繼續衝擊金國女飛手冠軍 有沒有信心 有